大家好,我现在在湖南的凤凰古城 今天晚上我住的这个房间特别的好 它是一个观景的房间,带大家看一下 在我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凤凰古城的美景 我这个窗户呀,它就像一个画轴一样 透过这个窗户看着外面的美景 像不像一个展开的画卷 太诗情画意了,看看外面的风景啊 现在五点半,马上就天黑了 哇塞,灯亮了 哇,我拍到它亮灯的这一刻了 太棒了 这个房间视野真好 我昨天呢,是住在江边的那个观景房 但是它因为在江边位置比较低 就看不到这个全景 所以我今天特意换了一个高一点的房间 这个也是观景房 这个也不比江景房便宜呢 我昨天住的那个江景房是126 今天这个房间啊,150块钱呢 看一下房间里面啊 今天这个房间整体来说我比较满意 中央空调 比昨天那个稍微要大一点 装修的很好,很精致啊 这个很有设计感,是吧 一个大床 太喜欢了 晚上呢,躺在床上 就可以看外面的夜景 当然也可以坐在椅子上 这样看着外面的夜景啊 哎呀,太爽了 但是唯一有个遗憾 就是这个房间没有阳台 它只有这个窗户 而且这个窗户吧,是稍微矮一点的 你看它这个是等于我住的顶楼 它这里是斜向下的 呃,不能站着看紧 只能坐在这里 稍微有一点矮 不过能看到窗外这么美的景色 呃,我觉得也值了 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这个就是凤凰古城的啊 呃,全貌 这个亮灯的地方就是陀江 呃,江边这一条线 今天这个民宿选的位置特别好啊 正对的这几个主要景点 我非常满意 呃,我就不说这个民宿的名字了啊 免得让大家以为我在打广告 而且这老板也没给我优惠啊 也没给广告费 所以就不给他做广告了 呵呵呵呵 这家其实有好多房间呢 它这旁边呀,就有两间 呃,是那个有带阳台的 而且这个不是斜底的 那个房间要两百多呢 它也不给我便宜一下 因为最近呃,凤凰这边也是淡季嘛 都没什么人住宿的 它宁愿空着也不给我啊 呵呵 然后我一百五只能住这个房间了 不过这个房间我也挺满意 不能得寸进尺啊 要知足啊 呵呵呵 其实对面山上也有几个酒店 它们位置比较好的 可以看到这边 你看对面山上还有那个亭子呢 那个位置的酒店房间也特别好 晚上的视频来了啊 现在晚上七点半了 看看现在的夜景和白天的对比一下 有什么不同 它这边还有洗衣机呢 我正好把衣服一洗啊 挂在这里用空调一吹 明天就能干 看看夜景 哇,那个山上的灯光也亮了 这山上都是五颜六色的 然后这个桥的灯光也亮了 还不错啊 我正对的这个雪桥 然后那边的山上啊 也都亮灯了 我们看啊 它亮灯的地方 就是岩浆的这一条 再往里边一点 这些地方它都没有亮灯 白天看这里一大片的房子呢 是吧 晚上的话都看不到了 肚子有点饿了 出去吃个晚饭吧 转一转 找了一家当地的炒菜店 看看这边的价格贵不贵啊 在这个古城里面呢 在我的印象中 这景点里面吃饭应该是比较贵的 我现在看了看这个菜单 感觉还行啊 这些价格 没有太贵 看到这个菜单我就放心了 消费得起 喝点茶水先 暖和一下 这边晚上还是挺凉的 这是送的萝卜 挺脆啊 我点的菜上来了 一个加成豆腐 还有一个西红柿炒蛋 两个素菜啊 简简单单的 两个都是下饭菜 我吃饭一般吃素为主 豆腐20 西红柿炒蛋22 经济实惠啊 吃完回去睡觉 吃完回去睡觉